啊我自己不大敢买啦 我昨天去吃榴莲也是因为我发现到 为什么我一直卸肚子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的那个楼梯口 楼上16楼跟15楼之间 我的neighbor住在我的楼上的客家客家人来的 然后他懂这些邪门的东西是什么的 他自己我去问他今天才问他 他跟我说我说为什么你的楼梯口这边 为什么有一个竹篮丢在这边 丢很久也没有人放在那边很久 也没有芒嘎拉也没有清什么 他说不知道谁放在他的赛衣架上面 然后他故意放在楼梯口 他不要丢在电梯旁电梯口什么 不要就放在楼梯口 然后我不知道好奇吗 看很久了已经差不多一两个月了 为什么没有来扫就去拆开来看 哎好好的新的完全没有用 宜家的窗帘布白色的 然后我心想又不是七月了 那个时候才六月六月多 我就跟他拿进我的屋子里面 我还拆那个纸 拆出来整个布 那个窗帘布 跟他打开来看 看来我就不懂为什么会卷了 就这样随便放放一边 然后就肚子痛一直卸肚子 肚子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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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去吃榴梯之前的早上 我出去在门口那个电梯口 没有人只有我一个 那个曼加拉扫地的 给我遇到你知道他早上 刚好他也是从那个楼梯口那边下来 他看到我 你知道他怎么称呼我吗 Good morning ma'am Good morning ma'am 都没有人啊 Good morning ma'am 那是看到肮脏的东西 我就想到哦 那个窗帘布有问题 我就去楼下吃早餐什么回来 我去楼梯口看真的 我那个窗帘我拿进来 那个壳那些盒子 还丢在那边都没有清没有勺勒 然后我就赶快拿去放在楼梯口了 我放在楼梯口今天哦 我就想要去拜跟他请掉拿掉 我就去楼梯口看到我的内部宅 我就问他就跟我讲 哎不懂谁放在那边的 所以我就想到好好的东西吗 然后我就跟他放在那边看谁要拿去咯 这样我请去楼下 跟他拜买那些企业 葡萄的东西全部拜拜了 我回来哦 我今天的外面的天气多么热 你知道吗 我的房间是不冷不热还ok啦 我要去冲凉的时候才发现哦 我全身是好像冰冷这样 我那个热水器是开到完的 开到完来冲的 然后我就好像发 不懂是发烧还是发冷这样的 不对劲这样的 现在好了醒了睡够了 跟你们讲一下ok 拜拜三分钟 我说 swims下昏 我说我是你 我完全没有离油 我无神 我的芯 我看是你 wr 你